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盘 在五阳碑 我吃红棋 对吉林特级大师 陶安明的一盘棋 这帮棋 双方对攻比较激烈 现在 我吃红 你中炮开局 陶特大马二进三 我马二进三 陶特大马八进七 形成屏风马的变化 但这个时候 陶特大不走马八进七的话 也可以走炮八瓶六 就变成反攻马的那个布局 不过以陶特大的习惯来说的话 他还是以屏风马为主 我去一屏二 他去九屏八 我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呢 黑棋大概有两种下法 一种是竹三进一 一种竹七进一 如果竹七进一 我炮开平七 他去一屏二 我去九屏八 黑棋呢 有炮二进二 炮二进四 还有炮八进四 这三种变化 变化起来都比较复杂了 也比较流行的变化都是 陶特大这个时候选择的是竹三进一 可能也有出气不易的意思 在赛前可能也有准备 拒久进一 他可能也没想到我会先走拒久进一 以前多的泡八平七 或者冰山进一 这比较正常的布局了 这个是我在临场啊 准备变换一下次序 给他一个出气不易的感觉吧 最后他想了很长时间这部棋 选择了一个炮八进四 很少见的一个变化 但是面对这个新招呢 我也想了很长时间 最后我的选择是冰山进一 这部棋呢 也没什么特别的 反正就是一个火马 第二个防止那个炮打中边 对整个大局还是有好处 往那黑棋接走香参进五 我走炮八平七 炮八平七的意思呢 准备把这个黑马逼出来 看他是往四路或者二路飘 如果往二路吧 我就马参进四 一个可以攻击他的中路 第二个就对他这个车炮啊 一定有攻击的作用 逃退他就是走到马参进二 我走马参进四 这部棋呢 他是走的马参进一 我感觉这盘棋 黑棋布局 可能这部棋问题是最大的一手棋了 这个棋 我当时看应该不是 可能就是我边参进一 他逐棋进一 我吃掉 他吃掉 我一探 他局一平四 这样呢黑棋少一个子 但是对整个大局来说吧 黑棋应该还可以下 那红棋稍微有力一点 这样是比较正常的 当时黑棋选择的马参进一呢 也有点欺骗性的感觉 就是红棋如果有拒绝评八 这个棋就入了黑棋的圈套 黑棋马参进三 红棋吃炮 黑棋踩边 总是这样呢 红棋有一个很简单的手段 一个冰山进一 既可以吃炮 又可以过边 威胁这个黑马 但是呢黑棋有一部 非常严厉的手段 马五退棋 这样呢防止了红马吃炮 而且呢下部有炮八平五 较僵的手段 如果红棋冰山进一 黑棋较僵 红棋炮五进四 反僵 黑棋这个时候啊 如果知识就没什么意思了 把局对掉 你还是红棋可以 黑棋可以直接马七进五 弃局 吃掉 这样黑棋是 一拘换双 换了一马一炮 而且对这个红帅啊 直接就构成了威胁 这样黑棋肯定是满意的 基本上是盛世啊 这个样子 临场我是选择炮击瓶六 这部棋可能也出淘汰掉的意外 红棋把炮击瓶六走完以后呢 黑棋因为这个马走开以后 明显出现毛病 下部红棋就有 吹酒瓶八抓炮 将来这边别马 这种手段都比较严厉 而且这个地方呢 冰山进一随时都可以拱 所以这个棋 黑棋已经陷入了被动 当时黑棋是走的炮二进四 防止红棋吹酒瓶八抓炮 又可以攻击中路 这个时候我走的是马斯金六 马斯金六应该是一部好棋 既守住了中边 将来又可以进马 攻击黑方 这个时候黑棋很难下了 淘汰当时是选择的车鱼瓶二 为什么还选择车鱼瓶二呢 当时我看他还有一种变化 是车八进四 如果他选择车八进四吧 红棋正好有个车九瓶八 黑棋如果再锤一瓶 红棋可以马六进四 如果黑棋打僵 红棋可以炮五进四反僵 这样黑棋车丢了以后是 肯定是红棋胜事的 这个棋马跳完以后呢 不打僵的话 如果守一步 红棋有炮六进一的手段 因为他两个局都没跟 这样要会 马上就要丢子 这个丢子以后也是红棋 黑棋先走车鱼瓶二 如果这个时候红棋带走车鱼瓶八呢 还是准备跳马以后浸泡呢 现在这个局面吧 应该是红棋明显主动 所以车鱼瓶八呢 可能还不是最好的攻击一的办法 黑棋走出物精英以后 暂时红棋可能还找不到目标 所以我当时走的是车鱼瓶四 车鱼瓶四呢 下步明显的 准备车四进七 点到这个位置以后 都踩像 这边呢 也有吃马手段 车鱼瓶四有黑棋走的 特尔进一 特尔进一这个为了防止红棋测试进七 点进去 这个时候红棋有一定的优势了 但是就看怎么攻击 很明显的是车鱼瓶六可以抓马 我当时也考虑过 如果抓马呢 黑棋炮二退四 红棋炮五进四 黑棋实施进五 红棋马六进七 黑棋再车而平时出来 这样红棋因为这个攻击没有后续手段 可能优势不好把握了 所以当时我没有选择这种下法 我选择的是先走四次进五 先补一手 补一手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这个马可以动 将来炮打中间没有将军 以后呢 也可以出帅来 威胁这个黑方的六路线 但是因为 马上要去 测试军六招马了 黑棋也没什么好下的 因为车也没有位置 黑棋是走的 炮尔特四 炮尔特四呢 也是比较消极了 感觉这个下法 但是当时 可能时间也有关系 确实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现在我是走的 测试硬生 这部棋呢 我感觉是比较好的一部棋 这部棋 作用 很明显就是可以测试瓶酒 抓马 还隐藏的一部棋 就是 将来可以出帅 出帅以后呢 黑棋就很难受了 黑棋 如果补试 不管是补哪边的试 红棋可以跳马进去 这边要我朝将军杀棋 黑棋这个试 织不起来 织起来以后 因为炮可以打到中竹 炮打完中竹以后 完了炮再退一步 这有马斯基六这些手段 黑棋就很难 很难防御 但是如果黑棋 单纯的防守呢 比如说退炮 防止那个 现在退炮还不息 退炮还守不住 退炮还直接打僵了 如果还是防守这个中路吧 黑棋 红棋还有一个 抓马的棋 可以直接把马给抓死 当时淘德选择的马一推二 这样 哦 这样 如果现在防守 是马马 是可以考虑把马抓死 他走的马一推二 现在也该红棋走 这个时候 我是出了帅 现在我出帅的时候 黑棋就没法防守了 他只能 不是可以防止我打中竹 所以我刚才说了 这个时候 只有这个时候防守 还有一点机会 但是这个马呢 有危险 也是红棋 大优的局面了 那腿嘛 你去出帅 出帅以后 感觉这个棋 黑棋 就没有什么太 太好的办法了 黑棋 接下来是 走的车一平八 红棋 炮五进四 出帅的目的就是 把他打中边 因为黑棋 这个车如果不过来吧 这边防守更不利 还如果踩掉 红棋 将军 黑棋上来 红棋再将军 黑棋只能出将 红棋有一个很简单的手段呢 是马斯退伍 这样呢 八五进六 抽僵 又可以踩麻 又可以踩炮 而且那个黑棋的降位不好 试相也不全 这样也是败试 所以当时 陶太大选择的是 十六进五 他选择四六进五呢 是怕这个 将来我这个车 炮推回来以后 车 车移过来以后 这边太空 也不好防守 这个时候 我走的是炮六平五 当时呢 我也考虑过炮五推二 炮五推二也是 感觉 感觉起啊 一般是炮五推二 炮五推二因为下部这个马 可以跳上去 但是炮五推二呢 可能还 会引起一些 麻烦 黑棋走炮二推一 炮二推一呢 准备来 对车 如果再走马六进四 黑棋可以走马七进五 这样 一种棋的话 可能难度就会增加 这个棋 所以目前 我走的是炮六平五 炮六平五可能是 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 黑棋走的是炮二推一 红棋炮五平七 一般来看这种棋 炮总是愿意摆着中路 因为晒出来了以后 是不是要考虑 炮在中路作杀呢 其实呢 不是 这个炮五平七以后 把后面的炮也用上了 而且防止了黑棋的 车白平六对车 这个马呢 活动空间也比较大了 如果把炮五平七以后呢 黑棋也没什么好走的 对局也对不了 而且这底线也有问题 黑棋是走的炮五平三 炮五平三 作用也不明显了 就是防守一步 多走一步 上一步 就是这种感觉了 这个时候我走到马六进四 这时候不走马六进四 可能彩像 黑棋飞了 红棋打一枪 黑棋直视 红棋测试进三 这应该是红棋 大优的局面吧 黑棋可能也 抵挡不住 所以这个样子 我 开始我也想到彩像 觉得 有一步棋更好 当时我选的是马六进四 马六进四呢 有一步非常严厉的手段 就是 巨二进三 吃炮 吃炮以后 黑棋如果吃掉 红棋可以马四进三 叫江 黑棋只能跑再平起 接下来红棋 炮七进三 叫江 黑棋只能飞掉 接下来红棋 测测进五 绝杀 这样是红棋 弃了三个子 然后形成绝杀 所以这个手段 相当严厉 但走到一个局面以后呢 黑棋确实也没有什么 太好的办法 当时可能黑棋最好的 是车拍瓶酒 还比较顽强 这个时候 陶特大呢 时间也比较紧张 就是找了一部 炮八瓶六 炮八瓶六 这因为我刚才说过了 我准备车二进三 吃炮 本来我就准备吃炮 把这个 八路车移开以后 就可以马四进三 叫江杀起 现在走炮八瓶六 我又 很简单 局势退一 给他吃掉就可以了 他因为不敢吃火居啊 吃火居 还是刚才那种杀吧 所以走到这里呢 陶特大也就认输了 这番棋呢 总之来说我发挥的不错 陶特大呢 发挥的不太正常 没发挥到自己的水平 布局明显有失误 这番棋获胜以后呢 队友的销售出现啊 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能够拿到冠军 也是以在队盘棋 为基础啊 因为保持了一个 良好的状态 保护嗓子 请用金嗓子猴片